第1241章就地击杀 从韩非第一次出手 杨若云就已经十分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绝非这鱼龙王的对手 此刻 他亲眼看见韩非顷刻间斩杀四人 心中又生出一股炙热的希望 其实 这些血妖死了 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强者 需要同伴吗 就比如 此刻的鱼龙王 他需要同伴吗 不 只要他够强就行了 主要是 千年狄雕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 他们的成长和正常人类有所不同 他们最快的成长方式就是吸食 吸血食魂 这才是他们被称为血妖的原因 这会儿 韩非一个照面 击杀四人 他们的血食和生魂都在 韩非当然不在意 但是 杨若云在意啊 虽说这是韩非掀起的一场猎杀盛宴 但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个机遇啊 杨若云看了韩非一眼 自己现在还有利用价值 那么自己吞食了这几只血妖 问题应该不大吧 韩非就看见杨若云又变成了千年狄雕 只不过 这时候 正对着刚才陨落的那几人 在吸食 这一幕 看得韩非不禁皱起了眉头 心说 需要这么没下线的吗 连同伴的血食和生魂都吃 只听老乌龟道 无 怪不得 这小丫头根骨不大 境界倒是不弱 原来 是这么吃出来的 看来 这个种族 有一个邪道强者啊 韩非不懈道 老袁啊 你一个魔道皇者 还笑人家邪道强者 只听老乌龟吼道 你懂什么 可以成魔 看似喜怒无常 乖张霸道 实则不然 我魔道更通勤达性 和这种邪门强者相比 我魔道高出不知道几千万倍 韩非吃笑 你就吹吧 你当我将来还不知道 只听老乌龟话风一转道 本皇跟你说的是一个实情 如果这种细血食魂的事情 只在个别生灵上有 那也无所谓 但是 假如一个族群全都这样 那你们嘴里所谓的雪海神木城里 可能有一个修炼邪门艺术的强者 韩非不由得心中一动 不知道为什么 听老乌龟这么一说 他也觉得这事情似乎有点奇怪 如果一个族群全都是这样去成长的话 那他们应该比白贝王城 更加具有侵略性才对 毕竟 你吸血食魂 你也得有的吸吧 呲 韩非不由得 瞪大眼睛道 你是说 他们内部 其实一直都在用养骨的方式 在培育人才 老乌龟 赢了一生 八九不离时 和虫族的豹冰有点类似 韩非道 但是 和虫族不同的是 血妖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生灵变来的 这些生灵 在变成千年敌雕之后 并不会一望已有的记忆 这一点 要比虫后暴冰出来的虫族生灵强太多了 最终 所诞生出来的同境强者更强 至少说 海灵境之前 虫族并没有什么竞争力 老乌龟道 是这样 灵智这个东西 从无到有 和直接灌入 完全是两个概念 要不要击杀这小丫头 韩非目光闪动了一下 不用 我有一个有趣的计划 一批 两批 三批 在接下来的一个时辰中 韩非一口气击杀了九批血妖 很巧的是 期间来了一批半人鱼 只有三个人 结果 那三人刚到 就被韩非直接击杀 连交谈 都没有交谈 杨若云诧异 你也击杀同族 韩非咧嘴宁笑 谁敢跟本龙王自称同族 本龙王身负龙王血脉 岂是这些半人鱼可以比拟的 杨若云 韩非并未解释 但是 杨若云心里却有了猜测 或许 是因为自己在这里 而韩非也怕被别人知晓 他和自己合作 如此 也会影响他在白贝王城的地位 姑听 韩非恶狠狠道 为什么那楚凤还没来 你是在欺骗本龙王吗 杨若云连忙道 楚凤毕竟是领军人物 他此行的任务 和我的肯定不一样 而且 不是一直有血腰过来吗 跟杨若云交手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韩非都不用思考 就可以判断出 杨若云在撒谎 他之所以叫人来 无非是要吸食这些同类的心血和灵魂而已 只听韩非报和一声 这才区区九波 加起来才四十多人 就这么点人 一看就是你不努力 再给你一柱香时间 若那楚凤还不来 本龙王直接将你抹杀 杨若云面色一寒 心说 韩非这到底是多大仇多大怨 他不是不想叫楚凤来 他是怕韩非拿不住楚凤 那样的话 自己就完了 而且杨若云自己也纳闷 不是自己叫不来人 而是之前韩非在神子风外喊的话 引得不少人侧目 不少人 也在对附近的血腰发出信号 意图结伴同行 这就导致 虽然自己真的努力在叫人过来了 但是过来的并不多 因为也有其他人 在叫 只是韩非根本蛮不讲理 只按时间说话 根本不听其他的解释 这让他很难办 另一头 和杨若云的遭遇不同 刚刚被韩非放掉的那三个血腰 因为不敢追击韩非而去 反而回头去找起了大部队来 此刻 三人和一支多达近50人的队伍 撞到了一起 楚凤正带着一大群人前往路口 主要是韩非那席话 吓住了不少人 众血腰还以为 自家强者 干了什么呢 一时间 在各种一压的吟唱声中 零散的血腰逐渐会合 楚凤目光扫过三人 见他们神色慌张 当即喝道 出了什么事情 有一人愤怒道 楚凤大人 我们遭遇了鱼龙王 咦 你们竟然还活着 只听那人道 主要是我们被杨若云卖了 片刻后 当一大群千年狄雕听到这三人的解释后 反应各不相同 有人讥笑 我就知道他们不靠谱 毕竟 杨若云他们那一群 并非血海域原本的生灵 有人低喝了一声 与龙王简直太过嚣张 不能有的他任性妄为 否则 人家会以为我血海神木城无人 楚凤甩尾 浪潮拍击 别吵 杨若云此事 既在心上即可 说不定 他已经被与龙王击杀 走 我们先去前方集合 前方 不是有人在召唤吗 韩非也没料到 这第十次来人 竟然一来就来了五十来个 这可比前面九波加起来的人都多 韩非不禁咧嘴一笑 如此也好 杨若云已经吃了不少了 这于龙王身份 也该出出风头了 片刻后 一压 杨若云继续叫唤了一句 他只需要重复循环的发出召集声 就可以了 殊不知 在近五百里外的时候 韩非就发现血腰之中 为首那人已经发现了杨若云所在 只是 那首领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楚奉在感知到杨若云的时候 就已经喝到 全体注意 杨若云可能已经投敌 他在故意召集我们前来 我们可能即将 或者已经遭遇了埋伏 呲 被埋伏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召集声 就在前面 如果说这里是陷阱 那么发出召集声的 岂不就是叛徒 楚奉又不是傻子 在看见杨若云只是没道理的 在发出召集声 他就知道杨若云可能已经叛变了 只是 他感知扫了好几遍 依旧没能发现什么 楚奉可以确定 杨若云身边没有敌人 否则根本不可能全部都瞒过自己 水木天或者白被王城 真要这么厉害 很随便的就能隐藏自己的气息和踪迹 连自己都发现不了 那这次探险早就没得打了 楚奉见杨若云所在的地方 根本也没有夭直 这才猜测 埋伏自己等人的 只有可能是两种人 一种 是白被王城的顶级强者 而就自己所知道的 就于龙王 于红河水 红颜等人 他最担心的 还不是白被王城那边 他怕的是人类那边 要么就是人类之中的巨灵师 他们会绘制复杂的阵法 可海洋生灵的传承阵法不同 人类阵法的种类繁多 如果自己等人被大批量埋伏的话 那说明对方必然是人类 楚奉招手道 全部停下 完了 楚奉指了指刚刚入队的那三人 又随意的指点了两个人道 你们五个 去前方 看见杨若云的话 就地击杀 第1242章 我与血妖不共戴天 当韩非看见 刚才自己放掉的那三个人之后 轻轻一笑 看来 这场临时戏马戏到这里 也差不多是个结束了 数十息后 当杨若云的感知中 出现了刚才自己 抛弃的那三人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一猛 只听他顿时惊呼 你没杀他们 然而 这里哪里还有人回答他 早在楚奉派这几人前来的时候 韩非就潜伏着 杀向了楚奉那边去了 至于杨若云 这戏才刚刚开始而已 完全被韩非给忽略了 老乌龟道 咦 你为何故意将这小丫头 逼上叛徒的位置 你以前和他认识 韩非笑道 认识 老朋友了 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死不掉的 果不其然 在那三人看见杨若云的时候 顿时间叫了起来 杨若云 你这个逃兵 我要杀了你 杨若云 亏得我们以前那么信任你 没想到死生存亡之机 你就是这么对我们的 有人提醒 注意 不要被埋伏 杨若云在出见三人的时候 心头顿觉不好 以鱼龙王的本事 想击杀他们撒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是 这鱼龙王为什么不杀 既然鱼龙王没杀 岂不就是故意让这三人 去散播自己的恶劣行为吗 可这么做 鱼龙王能有什么好处呢 杨若云想不通 自己跟那鱼龙王 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 为什么这鱼龙王要捉弄自己 杨若云还在向周围传音 咱们无冤无仇 既然要合作 这三人是什么意思 可惜 这里 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那一刻 杨若云瞳孔一缩 这鱼龙王走了 为什么 杨若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智商不够用了 这个时候 那鱼龙王走了 难道他只是单纯地要整自己 可惜 现实不允许他思考太多 对面只有五个人 若是将他们全部击杀 应该也就没人知道 自己曾出卖队友的事情了 只听杨若云道 小景 奎儿 你们听我解释 杨若云并没有逃 而是一副诚恳的模样 反而朝那五人游进了一些 只听他道 你们都错怪我了 我当时之所以逃 是因为我知道 那鱼龙王的目标是我 所以 只要我跑得够快 他没空纠缠你们 可 早已经在五百里外的寒飞 听着这话 顿时就失笑一声 果然 啥话都能编得出来啊 就你 还是鱼龙王的目标 我特么看你脸大 当这话落在那些血腰耳朵里 就不太一样了 当然 人家也不是傻子 你说风就有雨 却听有人低喝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有人手指长矛 但凡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今日你我不死不休 只见杨若云并未做出任何举动 而是一脸严肃道 我知道我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相信我 这样 我给你们看吧 说着 就看见杨若云朝着那几人 丢出了一枚吞海贝 嘴里还道 看完里面的东西 你们就知道 那鱼龙王为什么找我了 见着这一幕 韩非咧嘴一笑 熟悉的套路 这和以前杨若云给自己藏宝图 有啥区别 只不过 藏宝图换成了吞海贝了 却见一个血腰 直接抓住了那枚吞海贝 心说杨若云如此干脆 难道真的有什么隐秘 然而 当他赶之一扫 或人间神色大变 通根本没等这几人反应过来 吞海贝瞬间炸裂 击到红光 或人间绽放开来 也有如五根红色的流光箭矢一般 瞬间穿过五人身体 扑扑扑 五百里外 正在远距离观测的楚凤 大喝一声 混账 韩非对此 并不意外 从杨若云手里面给出的东西 出什么问题 都有可能 看来 血腰也不是各个都心机生成的 如杨若云这种的 还是少见 被杨若云击穿的那几人 最靠近的三个 直接被一击轰穿 神魂崩碎 另有俩人 一个还意图奔逃 但却被一根红线给扣住了 最后那一刻 只听那人尖叫道 是射魂之 杨若云有一根射魂之 最后一人 因为离得最远 跑得最快 在刹那坚然血顿走 杨若云当然不会放过这人 我底牌都放出来了 我能让你走 只听楚凤喝道 全体 击杀杨若云 结结结 然而 就在楚凤刚刚喊过 森冷的笑声 就在他的耳边响起 秋 混然之间 一道枪盲破空 无视了时间 仿佛穿透了空间 直接扎向楚凤 这都已经不是快不快 可以形容的了 早在寒飞笑声刚起 楚凤就已经浑然色变 身上一片火红色沙衣飞出 如同红铃布阵 而他的本体 已经横移出去了数百米 即便如此 也听见扑的一声 楚凤一只胳膊 被以枪击穿 楚凤神色巨变 直尺术 适于龙王 嗡嗡嗡 一压就看见一只只半生铃出现 有人现人形 手持长边抽击寒飞 有人以千年敌雕的形态 试图迷惑寒飞 只看见寒飞一步跨入血腰群中 长枪指点 单手一抓 扣住一根长毛 单手捏爆 韩飞嘴里冷喝 区区一群血腰 也想对本龙王出手 咚咚咚 只看见韩飞快步横移 猴王三千棍一顿爆砸 那些攻杀上来的十多名血腰 几乎是眨眼间 就被砸成了血雾 楚凤见此一幕 心头一寒 这鱼龙王 这么强的吗 体魄 速度 力量似乎都全面碾压自己 就这 鱼龙王才排名白 被王成天交榜第十 那前面那九人 得强到什么程度 楚凤喝道 所有人 不要恋战 跑 看着花花甩尾逃离的千年敌雕们 韩飞冷冷一笑 想跑 那也得看看 本龙王愿不愿意 口 龙银声音 瑞丽的枪芒 横贯沧海 扑 扑 不是刹那悬枪 而是精神途中的那道枪芒 虽然如今还不能完全用出 但此枪一出 灭杀神魂 用来对付这些血妖是妥妥的 甚至 可以无视物理防御 直接轰击神魂 快跑 不好 此人大凶 不可敌 我的幻境 与他无效 不行 无法强行牵动他的气血 一时间 惊呼不断 有人慌忙顿走 楚凤喝道 与龙王 我学海神木城 和你白被王成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韩非断喝一声 误会 而等胆敢埋伏本龙王 竟将本龙王亲随 杀的一个不胜 就冲而等行为 今日 不斩你三百余血妖 如何平息本龙王心头怒火 楚凤当即心头暗骂 不能够啊 这与龙王这么强 到底是谁有这本事 去埋伏这样一个角色 还将他身边的亲随 都干掉了 可惜 这会儿 已经不是去纠结这事时候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与龙王这疯子 杀疯了 楚凤喝道 与龙王 莫要欺人太甚 否则 大家与死网破 谁也讨不得好处 韩非怪笑一声 那就来试试 看本龙王这张网 够不够结实 卡擦 一只青色大罗 被韩非一枪砸碎 主人口喷鲜血 被韩非一枪击出 直接将其轰穿 于是乎 这海里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韩非一个人 拎红枪 一人追杀四十余血妖 无比强势 当韩非追着他们 至出口处的时候 发现水墓天大 几百人拦截于此 海妖和红妖 各有两三百人 已经汇聚而来 正在和水墓天混战 韩非在外 拦截血妖的那一会儿 看来已经有不少人 已经赶之入口 这部 当时所有人都看见 韩非一人追着近二十多人 出现在感知之中的时候 纷纷无语 这看起来 也太不和谐了 住小满看着这一幕 心说 韩非怎么变成谁 都能这么凶呢 只听楚凤贺道 所有人合力出手 击杀于龙王 只听韩非报和一声 今日 本龙王要斩足三百血妖 而等冬末要拦我 有海妖喊道 龙王大人 水墓天 韩非怒目而是 张口贺道 水墓天的 本龙王今日没兴趣 何而等交手 速速离去 说完 韩非豁然间 枪指竖小满 你预览本龙王否 竖小满微微一愣 又耀眼 只听他道 你们白被王城 和雪海神墓城的事 我水墓天才不掺和 韩非傲然道 既然不出手 那就都出去 不要在这碍事 顿时 水墓天那边炸锅了 有虫子嗡嗡道 你让我们出去就出去 那我们多没面子 有大鸟叫道 我等偏偏不走 你能奈何 这就是韩非要的借口 要一个自己停手的借口 下一刻 就看韩非神色变幻 脸色难看 好好好 水墓天坏 本龙王大事 本龙王迟早会找上你们 一个个轰纱而等天交 还要以欧雪海神墓城 胆敢埋伏本龙王 涂我亲随 此仇不共拜天 你们等着 嗡 这一刻韩非忽然感觉 有诡异的力量进入体内 微等韩非问呢 就听老乌龟道 你演你的 正好离入口径 本黄顺手给那鱼问道 献祭一下 第1243章 韩非之计 话说 在千山谷境外等待着的鱼问道 只觉得莫名心烦 当韩非第二次献祭的时候 他就发现 韩非的神魂能力不仅不弱 而且充满了自我欺骗的蛊惑性 就在刚刚 他再次发现自己有一条大道力量被借走 自己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本来 一道书是自己创造的 有人修炼后 献祭神魂 自己会赐予大道力量 不对劲 此时 鱼问道的心头悍然 一天之内 三界大道 那么他吃得下吗 而且 那可是在千山谷境之中 就算这种大道力量被借过去 又如何 你但凡发挥出寻道境的力量 可是会产生厄运 甚至被大道轰击的 然而 那个鱼喊假借了 还是两次 送来的大量神魂 里面充斥着咆哮 力量 渴望 战斗 杀戮 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孤的 就见有一帮女尊者看着鱼问道 问道 你的精神波动有点大 怎么了 鱼问道神色微动 淡淡笑道 没什么 就是忽然有了一些特别的想法 一位扮人鱼尊者皱眉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的大道有些博杂了 让你专修一道你不听 现在又有什么想法 鱼问道 可能是破尊的想法 几位 容我暂退 那扮人鱼尊者微微摇头 去吧 希望你能明白 寻道不易 有时候一道可抵万道 鱼问道微微点头 嗯 我再做一次努力 说完 鱼问道撕开虚空 直接顿走 刚一进入虚空之中 只看见鱼问道的脸上 开始慢慢扭曲起来 从鱼问道的喉咙里 爆发出低吼之声 若现在看去 就会发现 这鱼问道的双目 竟然变成了完全漆黑的颜色 吼 为什么 一道书难道错了吗 为何一个海灵巅峰的小子 神魂竟然黑暗至此 吼 放开你的神魂 你将获得无穷尽的力量 你将成为不朽 千山古境之内 韩非扮演的鱼龙王 并没有真的蠢到立刻 绿众和血妖大战 虽然他现在就是一个卧底 但是 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干这种蠢事 鱼龙王是天骄不错 但是真要说随便一个 王城天骄榜的强者过来 都能挑个千二八百个人 也就太假了 那必然会有人产生怀疑 韩非忽然感受到一股 两股奇妙的力量 突然就钻入自己的体内 然后 就被老乌龟给吃了 他感受不到那些都是些什么力量 但是就觉得很奇妙 那些力量似乎都很强 韩非 老乌龟 搞什么呢 老乌龟道 本黄已经怂恿那鱼问到一天了 刚才又献祭了一下 已经快要将其拿下 你做你自己的事情 不用管本黄 楚凤见韩非似乎陷入了沉思 这才长出了口气 只见他立刻传音 有人见过杨若云吗 他已反叛 遇见须当场击杀 而韩非也没管老乌龟 而是传音给树小满道 告诉他们 任务都完成了 也说我来过千山古境 树小满立刻回应 果然是你 你出来了 鱼龙王已经陨落了 韩非 见过我的人 都已经陨落 再等片刻 等大量不死生灵驱赶众人 到出口的时候 你带领水木天的人先走 树小满 你呢 你不回水木天吗 韩非 我有我的事情 树小满盯着韩非 看了一眼 有什么话 需要我带给静使 韩非琢磨了一下 最终还是回应道 给静儿带两个字 树小满不禁疑惑 两个字 能传达什么消息 他不禁道 啥字 韩非 师妹 树小满 韩非化身的鱼龙王 此刻脚踩虚空 手中红枪束在身边 轻轻颤动 他的目光 一直都瞄着雪海神木城那边 看得不少雪妖有些心慌 正当韩非寻思着 该怎么挑衅的时候 他忽然间发现了三个人 几乎不分先后地 出现在自己的感知之中 其中一个 正是杨若云 而另一个 让韩非颇为意外 竟然是蓝雪 在蓝雪身边的 竟然是于彩玲 嗯 韩非有些讶异 这蓝雪中毒后 冻成了冰陀 竟然没死 不仅没死 怎么于彩玲也没死 他不是陷入了大道酒阴 被不死生灵给吞食了吗 韩非当时 瞳孔微微一缩 这俩人知不知道自己干掉了鱼龙王 应该是没有看见 但是自己要赌吗 哼 就在三方凑到一起 战斗又打不起来的尴尬局面下 只听韩非喝道 楚凤事吧 你且告诉本龙王 此番雪海神木城 有谁掌控古怪音律 竟能调动七情六欲 你说出来 本龙王就不为难你 韩非说话的时候 并未遮掩 所以 不论是雪海神木城 还是白被王城 亦或是水木天那边 全都诧异了一下 怎么着 这俩龙王之所以愤怒追杀 难道是被雪海神木城的谁 给坑了 楚凤面色一冷 他先是疑惑了一下 虽然并未真正的和韩非决一死战 但是从韩非的战斗效率和强度来看 自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而这一次千山古镜之行 比自己强的 应该也没几个才对 能比这鱼龙王强的 楚凤怀疑连一个都没有 谁特么知道 白被王城一个天骄榜地时 会这么厉害啊 在韩非这么强的情况下 自己这边还有人能埋伏韩非 还成功地干掉了鱼龙王身边的一英其他人 有这份实力 自己不可能不知道啊 韩非在说出这话的时候 声音震荡出去老远 蓝雪 于彩玲 还有那藏着的杨若云 都听见了 但是 落在这三人的耳朵里 却又有不同了 如果蓝雪和于彩玲知道自己对于龙王出手 在听见自己声音的时候 一定会怀疑自己的真实性 而杨若云 若是听见自己的话 以他的聪明 说不定能想出办法 摆脱自己的死路 远处 蓝雪在听到韩非的声音后 当即身形一颤 顿时咬住唇齿 目光复杂 他真的没想到 于龙王这样的强者 还会如此无情 危机面前 将自己推出去当挡箭牌 于彩玲拍了拍蓝雪的肩膀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在你没有强大到能够抵抗这些人之前 就要忍住 蓝雪重重地点了点头 彩玲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于彩玲道 听于龙王的口气 至少他是安全的 而且 此人如此强势霸道的质问 说明身处的局势应该不是很危险 但这人狂妄自大 以防他再引起大战 再等等 另一边 杨洛云还不知道 楚凤已经知晓他叛变了 所以 他本想继续往前来着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点害怕于龙王这个人了 此人的形势 如羚羊挂脚 天马行空 不按常理出牌 总感觉他是有什么目的的 但自己真的分析不出来 杨洛云也决定 还是再等等 万一战斗一触即发 天知道自己怎么活下来 然而 神子风上 水中仙清晰地知道 根本就没有韩非说的那么厉害的一个人 伏击他 他不伏击别人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所以 水中仙一准而就看出 韩非只是在编故事 在虚构一个敌人出来 于是 那些血妖就莫名躺枪了 水中仙能理解 这大概因为韩非既然不能对水木天出手 那就必须要树立一个敌人 也是为了更好的混入海妖之中 但是 水中仙没明白的是 韩非体内似乎有不凡 好像有道运 越过自己的大道避障 落在了韩非身上 这是一点 另一点 韩非似乎一直在将那名为杨洛云的血妖网绝路上逼 却又每每给他一点生机 也应当是存了利用之心 至此 水中仙可以断定 自己现在看见的韩非 要远比当初那个傻徒弟王寒 要奸华了太多 就这一系列自己都没咋看懂的操作 就可以猜出 韩非肯定在酝酿着什么 水中仙心念一动 半边海域躁动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不死生灵 开始从地下钻出 开始往入口逼近 与此同时 韩非枪指楚凤 你说 还是不说 第1244章诅咒魔鱼 楚凤再不济 也是学海神木城的领军人物之一 被韩非这么指着 算是怎么回事 别说他不知道几方阵营里面还有这样的人物 就算是知道 也不可能在这么多人面前告诉你的啊 只见楚凤的手中有鱼骨长矛出现 同样指向韩非 鱼龙王 真当你站立无双了 韩非蔑视一笑 怎么 你怀疑本龙王的能力 来 本龙王让你双腿一手 动看一步算我输 且看看你学海神木城的天骄 都是什么档次 嗡 一压 顿时间 血腰群里直接就炸锅了 有人娇称 简直狂妄自大 何须楚凤 我来会你 只看见一只血腰抱窜而出 嘴里一喝 身后有海柳之条张牙舞爪 如同三千白发 朝韩非捡来 这血腰的目的很简单 韩非不是吹鱼说 动看一步算他输吗 他就不信 韩非只凭一手之力 就能力压这里的所有天骄 就看见上千双眼睛 顿时盯住了韩非 不论是白贝王城这边 还是水木天那边 可都没见过这鱼龙王洞真格的 这会儿 当然好奇 众多海妖纷纷瞪大眼睛 想瞧一瞧所谓王城天骄榜上有数的天骄 到底强悍到了何等程度 有虫子嗡嗡道 这有点难度哦 有大鸟站在虫背上 什么叫有点难度 不动就无处借力 他还站在半空 魏力在海水上 只一手横击就想击杀海灵巅峰 岂是寻常人所为 人类那边 不少人目光闪烁 如果白贝王城的天骄都这么强的话 那水木天又有多少人可以比拟 也就只有数小暖目光炯炯 如果没见过韩非出手 那也就罢了 韩非在执法巅峰的时候 就已经干过以一挑百的事情了 越境而战 就跟完似的 现在的韩非 都已经突破到探索者境界了 怎么可能会败呢 只看见韩非单手扣住长枪 以掌心抵住枪尾 一时间 红到发黑的妖气笼罩枪身 随意往前一点而去 一切看似都很正常 很多人并未从这一枪中发现什么 只听楚凤喝道 闪 然而 楚凤还是说慢了 他以为 所有人都知道 韩非擅长指尺术 就一定会有所提防 但是 刚才那一瞬间 他似乎发现了不对劲 具体哪不对 他也没看清 但反正就是不对 楚凤喊话的时候 韩非的嘴角还翘着呢 指尺术和刹那术的原理虽然不同 但是打出来的效果 却极为相似 指尺术是直接缩短了距离 刹那术是定格了一瞬间的时间 将盲破空击出后 枪头从另一边出来 看起来 那不就是指尺术吗 通常来说 指尺术在不影响时间的前提下 只要速度够快 还是可以躲避的 但是 如果时间被定格住 就已经没有躲不躲这回事了 因为根本躲不掉 这也是为什么张玄玉的总体实力 在暴徒学院中最弱 但单挑可能仅次于韩非的原因 这使这家伙自行领悟的战绩 强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方 只要被他逮着了机会 根本就躲不掉 扑痴 毫无悬念的 韩非一枪洞穿了这雪妖的胸口 浓郁的妖气 在轻刻间注入 只听喷的一声 这雪妖炸开 此人已经陨落了数秒时间 才有柳枝到了韩非身前 只不过 韩非这会儿一手插腰 一手收枪 仿佛根本就没看见这些柳枝一般 在这些柳枝到韩非面前的时候 开始枯萎 凋零了起来 连韩非的一脚都没有够到 至此全场鸭雀无声 着实是韩非的这一枪太过随意了 只是轻飘飘的一枪击出 但是在击出的瞬间 速度快到了他们根本无法看见的地步 于是乎 所有人都自认为 自己认识到了指尺术的厉害 这种无视空间距离的战斗方式 实在是太可怕了 有海妖暗呼一声 好强 这未免也太强了吧 有海妖咽了口唾沫 这才是王成天胶榜第十吗 水目天那边 人类有人惊呼道 这速度 竟然比无影剑刘海快 有人面色凝重 不 比剑闪还要快 有虫族用长须摸了摸自己的大脚 我能挡住那一击吧 有大鸟无语 谁给你的自信 丁却见韩非轻轻在枪杆上一弹 发出清脆的金属交击之声 只听韩非盯着楚凤 目光悠悠 这种档次连接本龙王一枪的资格都没有 难道学海神木城 都是这种货色吗 楚凤的脸都绿了 他当然是有自己的底牌的 但是 自己为什么要跟鱼龙王打 再来的时候 就有人提醒过了 此番 白被王成最强者有仨 排名第一鱼龙王 其次 才是鱼红和水红颜 这会儿 其他俩人都未出现 却出现了一个最强的鱼龙王 这鸽水 都不愿意跟他打 但是 楚凤转念一想 己方这么多人 也不怕鱼龙王杀上来 否则 欲棒相争 鱼翁得利的道理 鱼龙王肯定懂 这鱼龙王不傻 估计就是B战 既然打不了群战 那就单挑 就鱼龙王刚刚的表现 楚凤当然是不肯出去单挑的 赢了 固然可以扬名立万 此事必然会传遍雪海神木 但是 一旦落败 可能就连命都没了 楚凤当即 将目光瞄向水木天那边 喝道 水木天的 此地就属你们水木天单方人手最多 莫不如 今日你我双方联手 青角白被王城的海妖如何 韩非嘴角猎起 当即传音树小满 同意 但是 只见树小满一步踏出 脸色冰冷到 可以除了鱼龙王 其他所有海妖都归我们 鱼龙王归你们 顿时间 所有海妖纷纷色变 有海妖怒斥楚凤 妖女 好歹我们也都分属海妖 你们若是如此行事 今后两大王城不死不休 楚凤轻蔑笑道 你算什么东西 强者之士 岂会荣而等定夺 王城之间战不战 你说了不算 只听楚凤低喝 姐妹们 所有人的目标 鱼龙王 韩非杨座面碎一尘 随即指着树小满道 好好好 好一个水木天 我记住你们了 你叫什么名字 水木天有你这么个人物 倒也不算差 只听树小满道 彼此彼此 你也不弱 称得上是一代天骄 至于我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人族非语步 树小满是也 韩非您笑 好 树小满 本龙王记住你了 待到日后 本龙王必与你大战三千回合 完了 韩非的目光 扫向那些海妖们 低喝一声 我白被王城之人 您战死 不屈膝 他们要战 那便战 且看本龙王战出个朗朗前坤来 哦 韩非握住长枪 枪忙绽放 人多有用的话 还需要修行干什么 你们终将发现 本龙王的强大 看本龙王孤身一人挑翻你们 这一战 是韩非非常乐意看见的 楚凤明知道这么选择 其实对自家更为不利 但是 此刻 毕竟是设自己的性命 难不成 还真的上去 和鱼龙王这个疯子战斗不成 而且 楚凤之所以选择一战 自然也是有战的底气 这步 韩非刚一冲出去 大战瞬间爆发 树小满冷声喝倒 杀 嗡嗡嗡啾啾那些海妖 还能怎么办呢 这时候 只能战了 好在 他们也有三百余人 虽然人数比水木天那边少了一倍 但也不是不能打 只是 根本没人选择与树小满去战斗 毕竟 就连鱼龙王都对此人颇为赏识 进入千山古境的时候 不少人可是看见过树小满手指点点点 海妖抱抱抱的场面的 很是恐怖 而树小满站在一只虫子身上 也并未出手 只是静静看着这一切 嘴里还淡淡到 六百多人打三百多人 要是输了 我都没脸说出去 至于韩非 此时陷入了无数符文大咒之中 那些血妖一圈圈的将韩非围住 只听众多血妖 声音一压楚凤的声音如幽灵般 在这千万众滚动翻转的咒术中响起 与龙王 难道你不好奇 在千山古境 用出寻道境的实力 会如何吗 今日 你自己找死 怪不得别人 刚才是空间塌陷 韩非直接就被无尽咒文给包裹了 此刻 他看了眼四中符文之中 却见那符文如剑气流窜 在进行攻杀 略过片刻 这些符文开始演化 逐渐形成了一只巨大的大鱼 韩非眼中 竟然还浮现出了信息 名称诅咒魔鱼 介绍一种以生命谱血的邪术 由众生灵以鲜血为祭祀 召唤出来的邪恶生灵 具有复制对手实力的能力 此生灵 会通过诅咒之力 汲取对手的血气 神魂 生机 力量 以壮大自身 当对手实力全部被吞食 诅咒魔鱼将会变成对手 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傀儡生灵 等级无 品质无 境界无 战绩实力复制 可吸收 被注物持久战 第1245章 偷鱼不成十把尔 咦 还没等韩非战斗呢 老乌龟忽然出声道 果然是邪术 这是诅咒魔鱼 曾有人捕获了一名王者 以诅咒之鱼强行吸取 硬生生就将那名王者给吸死了 连大道都被吸走了 最后 这诅咒之鱼 变成了一尊王者傀儡 韩非当时脸色一变 这么强 老乌龟道 可惜了 这诅咒魔鱼 竟然用来对付你 似乎 你反戏他看看 韩非 只听老乌龟道 诅咒魔鱼 只是无意识的邪恶生灵 他们遵循着某种意志而战斗 但你不同 你随时都可以偷命 这么看的话 你其实比他更邪恶 韩非 虽然老乌龟说的话并不好听 但是这什么诅咒魔鱼 和自己虚无知限的能力 也是有点类似的啊 只是 他多了一些汲取血气 神魂 力量的能力 其中 夺取神魂 虚无知限也可以做到 但必须是对方陨落之后 自己才可以通过虚无知限 吸取一些神魂回来 到了如今 单单靠吸取一些生灵的生魂之力 已经不太够自己成长的了 当然了 数量多到了一定程度 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比如说 刚才在神子风外的那一场战斗 韩非就吸取了不少神魂 已经吸到不再增长的程度了 这只诅咒魔鱼的体型庞大 有三百余米长 妥妥的一个超级海怪 这部 当那诅咒魔鱼嘴巴一张 无尽的黑雾 笼罩了此方空间 韩非四处一瞥 看见那些诡异文字 正在散发着阵阵红光 韩非尝试着 以猴王三千棍 冲上去连击两百余次 看一下效果 在外界 就看见一个巨大无比的符文大球之上 咚咚声呈遍地响起 大片的诅咒符文 被韩非那恐怖的力量硬生生地敲碎了 只听楚凤喝道 全部融合半生灵 此人必杀 否则 无法扬我学海神木城的威风 只看那些本来还是人形的红衣女子 这会纷纷化作千年敌雕 一道道符文 从他们的嘴里喷了出来 哪里有破碎 这些喷出的鲜红符文 就修补了过去 阵内 韩非已经被大片的黑雾包裹 随着巨大的吸扯之力 韩非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自己的气血 在缓缓地流失 只见他一脚踩出盘归阵 欲魂阵 双阵齐发 同一时间 虚无之线全部爆发 勾向那巨大的鱼体 那一扣之下 韩非就感觉 自己承受了一股巨大而可怕的神魂压力 韩非讶异 这条鱼的神魂强度好强 感觉超过了我 只听老乌龟道 不 这条诅咒魔鱼的神魂之力 其实就相当于你自己的神魂之力 它是根据你 而被召唤出来的 所以 它的力量和神魂力度完全是根据你来的 韩非咬牙 我怎么听着 你好像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老乌龟节节笑道 那鱼问道 已经快要被本皇吞噬了 他太追求大道了 本皇正给他模拟出一条大道出来 呵 他以为自己创造了一条全新的道出来 嘿嘿 韩非一听 自己这危急时刻 老乌龟竟然还想着鱼问道 当即就不再搭理他了 韩非心头一狠 偷天术全力发动 你吞我的生机 我也吞你的生机 就看咱俩谁偷得过水了 虽然说在力量层次上 这诅咒魔鱼和韩非是一样的 但是 别忘了 这会儿的韩非 可是以欺诈之术模拟的海灵巅峰级别 所以 诅咒魔鱼也是这个级别 当然了 神魂 力量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只是境界上的差距而已 除此之外 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是 诅咒之余是被召唤出来的一种生灵 这么牛批的生灵 也不是说出来就出来的 它同样蕴藏着一股强大的生机 只是 这个生机 是那三百余血妖提供的 因境界上的差距 韩非忽然就觉得 自己的生机 好像是在缓缓地增加 这个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肯定是增加的 外界 楚凤等人看着那符文阵中 渐渐没有了动静 他们的脸上 不由地露出了大喜之色 楚凤常常松了口气 冷冷一笑 自以为是的家伙 我学海神木城 以符文咒术战的一方天地 岂是你能了解的 只看见 那仿佛被一万符文包裹住的神秘空间内 一只巨大的鱼脑袋缓缓地叹了出来 此鱼一出 那些咒文 纷纷引入大鱼身上 当诅咒魔鱼完整地出现之时 其体型却已经只有两百多米大 看得楚凤有些惊讶 这鱼龙王这么厉害 以他为基础 召唤出来的诅咒魔鱼 竟然长达两百多米 只能说明韩非确实非常的强 毕竟 召唤出来的诅咒魔鱼 在实力上是跟敌人一样的 所以 诅咒魔鱼的体型如此巨大 直接就看傻了楚凤 只是 楚凤并不知道 韩非已经强行给诅咒魔鱼 稀小了百米大小了 而此刻 一大群千年敌雕 忽然气血一须 包括楚凤在内 都感觉身体一须 只听楚凤道 莫荒 带道与龙王彻底陨落 此乃大功一见 据去百年生机 根本不算什么 一直未曾战斗的树小满 此刻皱着眉头 感知着百里之外 韩非和雪妖的战斗 从韩非消失的那一刻 他的注意力就一直没离开过 虽然他很想去帮忙 但是在来的时候 见识就说了 不要他主动出手 那大鱼一看就很不凡 鱼身上的鳞片 其实根本不是鳞片 而是一道道诡异 陌生的皱纹 奇形怪状 然而 百息之后 就在楚凤以为 自己这边即将胜利的时候 忽然间感觉 自己体内的生机 竟又被强行抽离掉了一部分 变换成海量的皱纹飞出 印在了那诅咒魔鱼的身上 顿时有血妖着急道 不好 我都已经损耗了300年的生机了 怎么那个鱼龙王还没死吗 有人喝道 诅咒魔鱼的确在变小 等他变成鱼龙王那么大的时候 就说明傀儡恋成 罢了 大家再损一百年生机 光光然而 百息后 诅咒魔鱼缩小到了百米之内 而众人的生机 寿元 再次被强行吸取了一大截 这时候才有人发现了不对劲 楚凤脸色难看 为什么那鱼龙王到现在还没死 这诅咒魔鱼缩小的速度 也太慢了 鱼龙王哪来的这么庞大的生机 供诅咒魔鱼的吞食 难道说 鱼龙王携带了大量灵果或者生机类的大补药不成 当第五次生机汲取之后 几乎平均每人贡献了五百余年生机的时候 有人浇喝 不行 诅咒魔鱼肯定出问题了 怎么现在还有五十余米的长度 有人想要罢手 但是眼看着诅咒魔鱼从两百多米了到现在只剩下五十来米了 这表明鱼龙王即将被吞噬 诅咒魔鱼即将变成傀儡鱼龙王 有人低喝 姐妹们都已经到了这地步了 之所以诅咒魔鱼的速度如此慢 定然是那鱼龙王的实力太强了 他身上带的宝物太多了 但是鱼龙王越强 我们从学海神木城能拿到的好处也就越大 大家在加把力一次两次三次 韩非感觉这诅咒魔鱼已经被自己吸干了 这诅咒魔鱼的生机超出想象的好 韩非只感觉自己最巅峰的时机又回来了 这会儿自己应该又达到2000年的寿元了 说不定还超了 今天两次使用天启神术 没料想那可怕的消耗 自己竟然一天之内就弥补了回来 而因为生机损耗太大 外界大多数千年敌雕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十分美好 但是若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这些千年敌雕的身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浮现出了一股子死气 从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30多人因为生机不够 已经直接陨落了 这大树一旦发动 根本就不是他们想反手就可以放手的了 卡擦 当诅咒魔鱼裂开后 众人看见与龙王一动不动地 站在了海水之中 顿时 有人松过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 此番能击杀白被王成天交榜的第十强者 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只是 就在这群千年敌雕松了口气 开始窃喜之时 呼听一道高傲到发霉的声音响起 无 所谓的血海神木城强者 就这么点本事吗 搞半天 就弄条破鱼出来 意图吞噬本龙王的生机和力量 本龙王 堂堂龙王血脉在身 岂尸儿等小伎俩就可以撼动的 啊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没事 不对 如果与龙王没事 那诅咒魔鱼为什么会变小 扑痴 有人还在说话 却忽然发现 自己的身边竟然多了一个人 不是那鱼龙王 又是谁 砰砰砰 韩非再次施展侯王三千棍 反正 这些血妖懂个屁啊 他们除了知道鱼龙王执法指尺术外 哪里知道鱼龙王到底会哪些战技术法 而且 就如鱼龙王那样暴躁的家伙来说 侯王三千棍最适合他不过了 谁说枪只能戳人的 戳人 砸人同样犀利 刚刚被抽离了大部分生机喂养韩非的血妖们 很多还处于千年敌雕的状态 荆棘之下 还妄图以旋律控住韩非 然而对韩非来说 他们的神魂之力太弱了 根本不够拉自己进入幻境之中 几乎是眨眼之间 三十多人被韩非硬生生砸爆 韩非森然一笑 今天你们全都得死 第1246章 我欲枪支血海 这些血妖也根本不会想到 韩非竟然连这种大咒都能挡住 而且 看似还没有半点的损伤 这让他们根本想不通 这不可能啊 事实上 并不是处凤这一次指挥战斗的方式错误 如果换成真的鱼龙王 除非他在一开始就不去晋身战斗 或许能避开一劫 否则 只要他进入这皱纹大树之中 想要强行破开 根本不可能 即便是韩非的力量 在使用侯王三千棍之下 也没能直接破开此阵 当然 韩非也没用全力救世 朱小满在远远关注到这一切的时候 微微松了口气 他不禁有些懊恼 自己为什么要担心韩非 这家伙 那变态到让人头皮发麻的实力 怎么可能会出事的吗 此刻 韩非正在大杀四方 但是 在感知之中 在一零零零多里之外 海面上似乎出现了一片黑色大潮 在潮前 是狂奔中的千年狄雕和海妖们 当然 也有水木天的声铃 只听水中仙的声音 在韩非脑海中响起 好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 不过 你的目的应该差不多了 再杀下去 你这边的阵营的人数 就要比另外两方阵营加起来都多了 千里之外 杨若云 与彩玲等人纷纷色变 好多的不死生铃 他们的感知中 出现了巨大的黑色浪潮 而那并非潮水 而是在海面上爬行的不死虫族和不死鸟 海面表层 还有大量的黑色海藻在蔓延 鸡人亲眼看见一只半人鱼 被一根藤草缠住 只因为耽误了眨眼时间 就有数以千计的黑刺 扎了过来 跟着大量的海藻将它包裹了起来 那一果 只见海藻和虫子一路烫过 那人 直接就被这黑色大潮淹没 不过树西间 就成了一堆森森白骨 往海底坠落 见此一幕 谁能不耸 就算是水木天进来的那些虫族 都有些耸然 当然了 虫族可能都是心比较大的种族 在他们的认知之中 击败对手和吃光对手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对的 因为千山谷境里的不死虫族 不会对他们这些鲜活的虫子出手 所以 在那黑色浪潮之前 足可见近百只水木天的虫族 冲在了黑色大潮前面 嘴里嗡嗡狂叫 吃啊 吃穿白被王城和雪海神木城 冲啊 我虫族才是最强的 大军千千万 在这群虫族叫嚣着 往路口处冲来的时候 韩非翻手间砸爆一人 一手捏爆一柄血腰护身刀轮 整个人忽然退开了 韩非传音 树小满 带人离开 树小满精神一震 却见水木天河海妖的战场中 树小满忽然一步踏出 交贺道 全体都有 实习之后 冲出古境 有人诧异 为啥 小满 这次我们大胜 应当成胜追击 树小满 让出去就出去 不要那么多问题 树小满知道 在韩非他们的眼里 看重的根本就不是这些 海灵静生灵的死活 不管是生是死 意义都不大 因为这些人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而且 他亲眼见过韩非以一挑百 韩非真想出手 不会打半天就打死四五十人 这里至少也得陨落一半以上 可见 韩非正在酝酿着什么 自己的眼光所有局限 不能看穿 就只能配合了 咻咻咻 楚凤等人本欲在战 可韩非却忽然不战了 这让不少人疑惑了起来 再一看 他们的感知中出现了不少同族 在半空中 标出一道道红影 飞速往这边冲刺而来 而其中一人 楚凤认识 那不是杨若云吗 只听楚凤逼喝一声 杨若云 你竟然还敢出现 有人怒吼 是杨若云 他竟然还敢出现 然而 杨若云却回应道 快跑 不死重巢来了 其他事 出去再和你们解释 楚凤等人纷纷色变 什么玩意儿 重巢 这才进入千山古境第一天 就算有重巢 何至于如此惊慌 然而 楚凤神色一领 与龙王为何停手 楚凤在看水木天那边 只看见树小满领着无数人 越战越靠近出口 忽然 只听树小满喝道 所有人 离开古境 刷刷刷 就看见水木天许多人虽然不甘 甚至有大鸟和虫子都在抱怨 但是却没人反驳树小满的话 因为 在来之前 树小满就已经被定位了此次古境领军人物之一 不是因为树小满实力有多强 主要是为了配合韩非而已 在树小满喊出离开古境的那一刻 只听韩非爆喝一声 所有人 离开古境 有人震惊 这是发生了什么 怎么就离开古境了 楚凤收到杨若云的信息 当即喝道 所有人 抢出口 完了 楚凤看向韩非 与龙王 此记你我当同心 否则水木天卡住入口 最后受损的还是我们 就在这时 韩非偏了眼远处 明显露出一丝亚异之色 疑 你们竟然没死 来者 自然是于彩玲和蓝雪 虽然韩非早就知道他们在远处窥视 但该表现的惊讶 还是要表现出来的 于彩玲 龙王大人 蓝雪咬牙 他现在恨透了于龙王 但是身份有别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咬牙叫道龙王大人 蓝雪再也没有那种棒上大佬的感觉了 在对方眼里 自己连一颗棋子都不如 果然 还是彩玲姐说的对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以于龙王那高傲的性格 当然不会低下姿态 去跟蓝雪道歉什么的 只听韩非轻轻呛了一声 随意道 去抢出口 说完 韩非转头 看向正在往入口处冲去的楚凤 又将目光看向杨若云 杨若云见韩非目光看过来的时候 当时就是心头一紧 这个人 别看表面上凶狂哈哈傻 但是 在跟韩非有过短暂合作之后 杨若云对韩非的看法完全变了 他只觉得 此人形式不按常理出牌 根本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 心机身不可测 即便用花言巧语 也难以动其心 韩非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 毫不掩饰的说道 无 这不是刚刚与本龙王配合 坑杀雪妖的叛徒吗 哈哈哈哈 见你倒是有几分姿色 若是雪海神木城带不下去 倒是可以考虑跟在本龙王身边 韩非此话 直接印在了很多人心头 海妖这边 很多人都听见了 多少人讶异 与龙王竟然利用了雪妖 蓝雪面色一沉 果然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韩非堂而皇之地说出自己和杨若云配合之事 后者刚欲反驳 但想想不对 他认为韩非之所以这么说 是为了证明自己身正不怕影子邪 怕自己会利用这一点去诬陷他 但是正因为韩非如此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这就说明韩非对他的生死毫不关心 只存在利用的关系 当即 杨若云冷喝一生 与龙王此仇来日必报 韩非咧嘴一笑 小丑鱼般的角色 还妄图根本龙王报仇 你算什么东西 这时 当不死虫朝距此只有八百里不到 有些速度快的不死鸟类 已经冲过来了 这时 大量独自去寻找机缘的海妖 雪妖 也冲击而来 只听有海妖喝道 龙王大人 速走 不死虫朝来了 由雪妖一压传声 快 快争夺入口 当大量的海妖和雪妖门 开始往入口处汇聚的时候 韩非见海妖门 未冲破水木天的防线 后方还有雪妖冲击公沙 顿时爆喝 区区一个入口 都抢不来 都让开 让本龙王来 朱小满早就等着韩非过来了 只是韩非一直磨磨蹭蹭 不是站在那边吹鱼 就是挑逗一些雪妖 一直等到海妖 雪妖剩余的人 基本上汇聚了 大量不死 生灵已经冲过来之后 才说要抢出口 朱小满早已准备好 大喝一声 不争了 左友人不用手了 放开入口 让他们自己去争 只听韩非怒骂 哼 胆小如蟹 左友人 给我守在入口 挡住出口 然而 韩非带着海妖们 冲到出口处的时候 有半数的海妖 已经登在水木天 众多生灵之后 跑了 于彩灵传音 雪 有机会直接顿走 鱼龙王太过自负 只会送我等去往死路 蓝雪脸头 我知道 我才不会跟他守什么出口 韩非耳中 甚至听见有人传音 这鱼龙王脑子冲了吗 生死存亡之际 他还要打 有人无语 不管他 往出口靠 一旦发现是不可为 直接走 反正出去以后 他还能当着那么多强者的面 杀了我们 韩非听着这些海妖的传音 满脸不屑之色 只看韩非横枪一挡 我欲枪之雪海 在斩百人 第1247章 疯狂的鱼龙王 当时 那无数血妖就猛了 这人脑子抽了吧 我们五百多人冲阵 你领着两百多人拦在出口 能挡得住 于彩灵见词 不禁也翻起白眼 不过 最终还是提醒了一句 龙王大人 莫要争议时之气 我们人数不足 韩非回头瞪了一眼 本龙王 从不被人白白地算计 只见韩非目光扫向这群血妖 大喝一声 说 到底是谁曾算计于我 若他主动出来受死 本龙王不予而等为难 却见一只体型格外巨大的千年狄雕 豁然变成了一个容貌妖艳 满头红发的女子 此人手指韩非 于龙王是吗 我倒是要看看 白被亡成一个天骄榜帝时 有什么本事在这大呼小叫 主奉传音 火儿 莫要小看此人 此人实力之强 连诅咒魔鱼 对他都无可奈何 那被称为火儿的女人 眉头一皱 她是刚感到的 听闻韩非如此强横 当然就是微微一领 不过 要说她有多害怕 也没有多少 当下 对于神魂能力普遍偏高的血妖来说 他们已经可以感知到那些黑色的不死重巢 从海面到天上 黑压压 覆盖了三百余米的厚度 就如同一道灰黑色的惊天巨浪一样 当下 根本容不得他们再去思考 因为 此时再补充 就已经来不及了 若是真被不死重巢覆盖 没有几分手段 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 当数量达到一个极致之后 即使不死重巢再弱 也都不容小觑 当然 也没人会小瞧这不死重巢 只听那火儿焦和一声 杀过去 红叶刀 全都给我报 咻咻咻 就看见漫天红叶 都是诸如万年大红去叶子的树叶刀轮 当韩非听见那女人喊都自报的时候 目光微微一明 这女人才是本次学海神木城 真正的领军人物吧 那树叶刀轮 再刹那也是神兵啊 而且 这些人都是海灵巅峰 早已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实力 提高自己的武器质量了 所以 这里下品神兵刀轮只有寥寥几枚 语者皆是中品之上 其中 上品神兵级别的 至少占了十分之一 后 只看见韩非一枪击出 枪出如龙 由水龙汹涌而出 震人心魄的龙银声响起 杀 韩非不退反冲 一步踏出 迎着一片阴压的千年敌雕或红衣女子 杀了过去 在韩非身后 不少人面色大变 这特么于龙王 是真的疯了吗 这种情况下 你还真往上冲啊 不死重巢都已经快到了 你都不怕的吗 当韩非出手的那一刻 人群中倒是有十多人跟上 他们觉得 这时候出手 绝对能给这位龙王大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了 就算他们出手 也只是挡在出口附近 并没有如韩非那样去冲击雪妖的阵型 秋 只看见韩非手中 枪芒一抖 一只青色斑点大罗半声铃挡在韩非的前方 试图阻挡 可惜 没人能料到韩非的力量竟然这么强 那青色斑点大罗 直接就被戳出一个大洞来 被扎了一个对穿 侯王三千棍 砰砰砰 就看见韩非一人 杀入雪妖群中 那位叫火儿的女子贺道 与者冲振 此人交给我 火体 却见这火儿的身上 忽然燃烧起了炙热的火红色火焰 就如同一只火焰精灵 根本就没有真实的身躯 这火人 除了两颗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下半身连双腿都没有了 尾巴像是虎口钻出的一缕烟雾 只见这火妖双臂如锥 眨眼尖杀出千百重刺影 砰砰砰 双方一个照面 韩非击溃了几乎所有锥影 最后一击 轰爆了他那火焰之躯 而随即 有不少溢散于虚空的火焰 在另一边重新组合 再次变成人类的样子 韩非咧嘴一笑 无 火焰就是身体 有点意思 只看见韩非招呼一声 短时间内无法将你击杀 不知其他人是否如此 然而 当韩非一转头 就发现还剩下的海妖 就只剩下了一百来人 当时 韩非就破口大骂 混账东西 一群胆小之辈 何以修成海灵 这消失的人中 包括于彩灵和蓝雪 用于彩灵的说法 就是于龙王把所有人都当成他自己了 一个劲得疯狂作死 他算是知道 为什么于龙王 会被丢出外海域历练来了 根本就是他自己做死做的 剩下的海妖 一看自己这边只有百余人 哪能顶得住五百多人的冲阵 毕竟 这最后关头 所有的雪妖都赶了过来 在人数上 算是凑齐了 当时 众海妖纷纷撤离 只听火而讥笑 你一人强 有何用 看 没有一个人会为了你的一己私欲 陪你一起送死 韩非咧嘴一笑 节节 如此 才能体现本龙王之汉勇无双 杀 韩非表现得越疯狂 火而这些人就越无语 不就是咱们这儿有人埋伏了你一下吗 咳着 你就不能被人埋伏了啊 当大多数海妖 越过战斗中的韩非和火而的时候 只听韩非在心底暗暗道 老乌龟 我要干掉这女人了 如果出了意外 记得帮我兜底 唰 就在火而觉得韩非不能将自己击杀的时候 她的内心 也已经对韩非不感冒了 认为韩非只是一个满勇之人 然而 就在多数血妖都已经逃向出口 当不死重朝距离此处只剩百里的时候 韩非一声蒙吟震怒 口得火而神魂震荡 主缝面色大变 喝道 于龙王 你在这找死吗 再不跑 谁都跑不掉 韩非咧嘴一笑 谁能阻我于龙王 此女 应当是你学海神木成此番最强者吧 本龙王我拿定了 吃溜 主缝一看火而将助 没能复原 知道肯定受创 主缝为救同伴 拿出一件极为特殊的武器 像是一团血 只听主缝喝道 既然你想死 那就永远不用出来了 火而 看你自己机缘了 而韩非眼中 则有信息浮现 名称雪色脏雷 介绍由雪海神木之血与雷霆融合而成的腐蚀之雷 蕴含其毒 常人一旦处之 七十经脉血肉 金元 神魂 最终成为一滩污浊之血 品质上品神兵 附魂无 效果污染 腐蚀 可重铸 未炼化 备注雷暴范围 八千米 刚刚回过神来的火而 怪叫一声 楚凤 你想我死吗 楚凤在丢出血色脏雷的瞬间 心头默默道 用你换一个鱼龙王 不亏 碰在血神脏雷爆发的一瞬间 楚凤一步踏入出口 而韩非和火而 前有血色脏雷 后有重朝呼啸而至 在楚凤看来 根本没有存活的希望 翁 在楚凤出去的那一瞬间 韩非身前空间扭曲 人已经出现在了八千米外的虫堆之中了 而火而依旧是火焰之躯 不过 却在那团血色脏雷爆发的一瞬间 火焰之中 出现了大量的黑丝 二虫朝一冲而过 就看见不少不死生灵 在进入那什么血色脏雷之后 竟然开始飞速融化 成了一团污水 还有一些水木天的 没来得及出去的 正在冲往出口途中的虫族和鸟类 见此一幕 叫道 绕过去 让过此片区域 当这些虫族和天空异族也离开之后 却见那疯狂无比的虫朝 忽然就停止了 而韩非 正悠闲地站在一只假虫背上 水中仙的声音 淡淡响起 你如此塑造自己和那些血腰的敌对关系 有什么目的 韩非苦笑道 我又不能打水木天 只能打血腰了啊 水中仙道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记住 要想办法 快点找到我的本体 你只有100年的时间 韩非嘴角抽了抽 老师 我才20出头 水中仙呸了一声 庄 在末法时代 你就已经活了四五十年了 去吧 外界 已经乱成了一片 正常情况下 这千山谷径开启 不到第三天最末尾的时候 是不会有人出来的 可突然之间 就看见入口处 刷刷刷 一大堆人就冲了出来 顿时间 水木天 白背王城 雪海神木三方强者 纷纷诧异 这什么情况 怎么水木天的人 全出来了 有人压抑道 什么情况 这才一天都不到 就结束了 有人足探索者 惊呼 嘶 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有海妖尊者 目光一扫 628个 一天之内 陨落了这么多 海妖和雪妖强者 都露出了亚裔之色 这个陨落概率 高达四成 而这才一天时间不到 如果三天待完 岂不是说 所有人会直接打霉 无伤雪踏出虚空 目光一扫 当即到 都安静 脚满 什么情况 住小满面无波澜 一脸凝重到 见过雪尊 白背王城的鱼龙王 疯了 鱼龙王疯了 顿时间 那一直跟随鱼龙的 龟丞相龟三亲 面色一变 可终究还是 没有说话 毕竟 对方是水木天的人 自己问 人家也不会答 可紧跟着 仅仅过了树溪而已 一群海妖冲了出来 只是 那数量加起来 竟然才五百人出头 当即 有人喝道 怎么回事 还有人呢 第1248章 龙王之名 洞三城 这情况 一看就不对 白背王城这边的尊者 当时就脸色大变 近2000人进去的 现在你跟我说 就出来五百多个人 关键这才只是一天的时间而已 逗我呢 只听那龟三亲的目光一扫 立刻指向于彩玲和兰选道 你们两个 为何先出来了 龙王少主呢 兰选的身体微微一僵 道是于彩玲声音平静道 龙王大人此刻 正在里面大杀四方 于彩玲说的没错 韩非的确在里面大杀四方呢 龟三亲面色一寒 龙王少主还在里面 为何你们两个亲随 反倒先出来了 于彩玲道 大人 我们之所以出来 因为就算我们在里面也没用 尖山古境中爆发了 超大规模不死重巢 以我等实力 在那等恐怖天灾面前 根本无法抵挡 重巢 顿时间 无数人纷纷看向于彩玲 有尊者问道 说说 第一天 哪来的重巢 于彩玲歉意的躬身 尊者大人 这个我为实不知 我等刚入千山古境 便遭遇雪妖伏击 这一战 致使龙王大人身边的随从 几乎全部陨落 我二人也因此与龙王大人失散 这应该就是此刻 龙王大人大战雪妖的原因吧 是的 于彩玲 蓝雪令不知道大道九阴存在 占用英律杀人者 就只有雪海神牧城了 只有他们的咒术 是大家全然陌生的一种领域 顿时 龟三亲和白被王城的庶民尊者 纷纷朝着雪海神牧城那方阵营看去 而雪海神牧城的双生姐妹 一个喝道 本就是敌对 互相埋伏一下 不过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已 谁知道你们那所谓的白被王城天骄榜第十强者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哼 这是公平之战 每一次 通常都是白被王城这边大圣 独独此次例外 另有一人喝道 里面还有谁 鱼红呢 有蚌女脸色难看 水红年呢 难道何鱼龙王在里面遇敌 不等于彩玲他们回答 就有虫子在水木天一方喊道 肯定死了 你们海妖都快被打没了 有虫子附和 嗯嗯 都被红色大鱼给吃了 那些红色大鱼 真凶 有鸟会啄着这虫子 什么红色大鱼 是雪妖 抓刷刷 水木天那边 虫子和大鸟刚闹腾完 海妖这边刚刚品完 正欲质问 就看见一批的千年笛雕从古境中冲出 雪妖这种生灵 似乎很擅长变身 特别是逃跑状态之下 最喜欢饮于形态 只看见雪海神木城的双生尊者相视一眼 脸色微变 一人道 591人 怎么只剩下这么点人了 楚凤 还有人呢 却见楚凤脸色难看 雪染大人 其他人 怕是陨落了 嘶 雪染和雪庆微微愣了一下 这特么 难道就比白被王城那边 多活了几十人 雪庆道 火儿呢 难不成也陨落了 只听楚凤咬牙切齿道 就在刚才 火儿为给大家争取逃生的机会 拦住了白被王城的鱼龙王 此刻 说话间 楚凤还往入口处看了看 可是 他这话才刚说完 就看见嗖嗖嗖 见百只虫子 还有好几十只大鸟 快速从入口处冲了出来 只听一只大虫子叫道 哇 太恐怖了 那雪色鸣雾到底是什么东西 连不死生灵 都可以融化 有大鸟叫道 幸亏我飞得慢了点 否则差点儿就中招了 只见一半人鱼尊者 脸色难看 好一个水母天 陨落概率 竟然只有两成左右 有虫子嗡嗡道 气死你们 气死你们 有虫子嘟囊 谁让他们去抢机缘 那么大的机缘 谁抢谁死 还有虫子嘀咕 幸亏我们遇见了 哼 还没等这虫子说完 树小满一脚就踹在他的脑袋上 都闭嘴 不得不说 虫族一般都是大嘴巴 其智商 比战争巨人族还要赶人 差点儿把韩飞给抖出来 无伤雪嘴角微微勾起 再看向路口 不由问道 里面还有活的吗 就听刚刚冲出来的虫子道 我看见有个灵红枪的 往虫巢里去了 他肯定是没救了 有大鸟道 我看见一个火人 好像也钻进虫巢里面去了 只听有海妖道 是龙王大人 我们出来时 龙王大人还在和血妖战斗 而楚凤听见 俩人都掉进虫巢之后 暗暗松了口气 忽然 他的目光扫向杨若云 当即目光一冷 根本没有家仇不可外扬的说法 楚凤直言道 雪染大人 雪亲大人 杨若云此人和白被亡成的鱼龙王 和谋坑杀我血海神木城的强者 直至被我发现 死在这俩人手下的同族 恐怕不下百人 嗯 姐妹花尊者当即脸色一冷 目光立刻不善地盯向了杨若云 这哪里能忍 在血海神木城 你怎么斗都可以 但是 在外面 如此形势 怎能容忍 而杨若云 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曝光出去 此刻一场冷静 脑子飞速运转 只听他道 两位尊者大人 楚凤只看见了事情的一面 没有看见另一面 带此监视了 若云必然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只是 此刻 并不方便去深聊此事 楚凤当即目光一冷 事情 自己都亲眼所见了 而且 还不止一人看见 难道 这你还有好辩驳的 自己看的真切 杨若云对自己同族 可以说是很毒无情 不管杨若云怎么解释 他都要此人死 决染低哼一声 只看见杨若云突然往海面上一跪 连土三口鲜血 决染声音无情道 不管什么理由 击杀同族 必当严惩 且看你日后如何自辩 倒是白被王城那边的尊者 有些亚裔 与龙王一向自食甚高 竟然也会和血妖合作 水木天那边 无伤血不禁付匪 是于龙王 还是韩非 他已经从静儿那边摸过底了 不出意外 有韩非在 那什么于龙王根本不可能活 所以 现在在千山古境里面的人 没猜错 其实是韩非吧 无伤血队藏在虚空中 是找火锅的静儿道 别吃了 成何体统 静儿同邪 当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待他出来后 嘴角还挂着一点油渍 静儿目光一扫 没想到 这一次千年山古境之行 竟然能这么快就结束了 脚满 此行可有收获 住小满微微欠身 丙静使 此行颇为仓促 除了千山古境内有山体异动 不死虫潮爆发 我等病未真的抢到多少宝材 静儿混不在意道 我这样的吗 那到底是山体异动吞噬了那些海妖 还是虫潮啃了他们 住小满都有 不过山体异动时 有恐怖迷雾 凡进入者 无意可以出来 正因为这样 此番才会在一日之内 陨落这么多人 我们水木天 也有人消失在那迷雾之中 白被王城和雪海神木城那边 听得一愣 刚才出来的人 可没讲过什么身体异动 世人迷雾 却听静儿懒洋洋道 看 你们两方 陨落那么多人的原因出来了 一定是太过贪婪 没有我水木天的安全意识 赞了吧 只听雪庆尊者 寒声道 三日之期未满 既然说是有人迷失其中 万一还有出来的方法呢 刷 就在这雪庆当当说完 就看见那入口处有人隐一闪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了过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团火焰 来者整个人 都沐浴在火焰之中 耿众人定睛一看 白被王城的鱼龙王 浑身雪迹斑驳 左手拎枪 一手掐着雪海神木城的天骄 火儿的脖颈 晾在半空 那一刻 全场鸦雀无声 这最后登场的画面 似乎还有一份雪星和肃杀 蓝雪脑袋撇开 这混蛋 厉害是厉害 但是太恶心人了 住小满的目光闪烁 如果他记得不错 海妖那头和雪海神木城那头的天骄 基本上都被韩飞给打遍了呢 他不禁想到 阴阳天 阴阳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难道 那个地方 都是鲜血与战火焦灌而成的吗 卡擦 韩飞随手将火儿往海妖阵营这边一丢 却见他脸上恶狠狠道 本龙王 还以为所谓的雪海神木城天骄 有多厉害 追料 竟不是本龙王百合之敌 捉完 韩飞脑袋一歪 目光一横 扫向雪妖那边 恶狠狠道 胆敢埋伏本龙王 这就是代价 捉完 韩飞的目光 看向自家那边几位尊者 又看向似乎是于红河水红年的追随者 只见韩飞嘴角撇开 不用等了 水红年被我干掉了 早已为了虫子 于红这混账 本龙王并未遇见 不过 既然没出来 怕是出不来了 于彩玲神色复杂 不晓得为什么 他感觉这个于龙王 虽然依旧高傲无比 但似乎比之前的那个于龙王多了一份霸道 一份真正意义上的霸道 而不是嘴里自负出来的霸道 但是于彩玲并未怀疑过 毕竟他对于龙王的了解并不深 到时那龟三亲似乎是于龙王的护道人 此刻正笑盈盈的看着韩飞 韩飞随即得意的向他扬了扬下巴 在心底道 老乌龟 这小乌龟是不是已经被你干掉了 第1249章脱离 韩飞以于龙王的身份出了千山古境 强势霸道 一个抬眉 一个侧头 下巴扬起的高度 那都极度的符合以前那个于龙王高傲的样子 然而 即便模仿的在相 毕竟自己不是真的 特别是那种非常熟悉于龙王的人 比如归三亲这个伴尊 需要快速解决 心底 老乌龟的声音道 我正在推食于问道的神魂 大概还需要两个时辰左右 韩飞当时就无语了 人家夺个社 也就一小会儿的事情 你倒好 堂堂一个皇者 夺射夺了一天多了都 还没夺好 后 老乌龟怒道 你懂什么 这是正常的夺射吗 这是神不知 鬼不觉的夺射 本皇只分出去了一点点的念想 难度比正常夺射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 本王还需要摄取此人的神魂 掌控他的身体 战绩 执法能力 诸多大道 你以为抢个肉身过来 就完事了 听到老乌龟这么一说 好像也对 虽然老乌龟只是临时用一下鱼问道的身体 但是该会的 还是得会 要不然 一旦穿帮了 那可就完独自了 龙王少主 都是王成天骄 你直言红颜少主死在你手上 这未免过了吧 只见一个傍女站了出来 人已中年 这会儿脸色铁青 韩飞不屑一笑 你待如何 根本龙王问罪吗 韩飞高傲地 用余光偏了那人傍女一眼 随即一步步走向那火儿 还用脚踢了一下 虽然此人的实力不弱 但依旧不是伏击本龙王之人 我知道 雪妖之中定然还隐藏着一个绝顶天骄 呵 有本事 你永远都不要展露争容 否则 本龙王迟早会找到你 说话间 韩飞目光扫过楚凤等雪妖 在目光扫过杨若云的时候 还特意多停留了两秒 然后才扫向其他人 杨若云此刻 真的很想将韩飞的脑袋给拧下来 别看韩飞的眼神 只是在自己身上多停留了两秒 就是这多瞄的一眼 自己就不知道的花多少口舌去解释 而且 杨若云本想以韩飞诛杀同族的事情做文章 然而 韩飞也特光棍了 很直接地就表明 自己干掉了白贝王城的另一个天骄 而且 还特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连朱砂一样来自于白贝王城的绝顶天骄 他眼皮子都不眨巴一下 那区区弄死几个普通伴鱼人 那算个啥 当然 韩飞数次提到了那个伏击他的绝顶天骄 这让杨若云心头一动 这与龙王 连火儿都能击杀 那能够埋伏他的血妖 岂不是说明更强 关键是 真有这么人吗 能伏击韩飞一群人 那是一个人能干到的事 还有 与龙王似乎有些太针对血海神木城了 是了 从一开始 与龙王的针对性就很强 如果没有这个人呢 如果一切都是与龙王编出来的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刻 杨若云精神一阵 这与龙王远比他表现出来的要深沉 假的 肯定是假的 如果自己这边真有那样的强者 隐忍的没有道理 自己必须成为这样的绝顶天骄 才能度过今日这个节 可是 人家是真的强 自己还差得老远啊 主奉这些人 看向韩飞的目光又不同了 虽然对韩飞这等轻蔑的目光 很愤怒 但是自己是真的打不过啊 可以说 在他们看来 这鱼龙王是真的强 所以 他如此自负 如此高傲 你还没法说 倒是龟三亲 微微皱起了眉头 传音道 少主 这淡淡的两个字 韩飞是明白了龟三亲的意思 大致是 提醒自己不要太过得色 韩飞轻轻一哼 一步步朝自家阵营走去 因为韩飞不会指尺术 所以他只能走 当然了 走的时候 韩飞将目光落在了蓝雪和鱼彩灵的身上 喉咙里轻轻一哼 就在所有目光 都落在韩飞身上的时候 进而还暗暗地在心里捏了把汗 这眼的 未免也太强了吧 就这高傲自负的姿态 光是看着 自己就想上去出踹上一脚 另一边 雪海神木城的雪染和雪庆尊者 听了韩飞的话 俩人都扫了一眼眼前的这群天骄 难道 在这些人当中 还有一个连自己都没发现的绝顶天骄 也正是这时 俩人发现那跪着的杨若云 似乎有收敛气息的小动作 这让他们不禁有些疑惑 就你那点实力 你收敛什么 却听雪庆咯咯一笑 白被王成于龙王 倒是个人物 本尊记住这个名字了 雪庆在说到自己的时候 韩飞还歪头看了他一眼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即便面对尊者还有一丝高傲 一副你记住我又如何的表情 非常欠揍 回到龟三亲身边的时候 韩飞先发至人 看似随意地传音道 等等再说 说话间 韩飞悄悄摸摸 在练化天地内 引动了一下尊子令 渐进而下意识看了自己一眼 这才迅速地对视了一个目光 龟三亲 当然不会以为于龙王 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竟然也能和别人家的尊者 进行无声的沟通 虽然他有不少疑惑的地方 但是龙王少主说了 等等再说 简然 是这会儿有什么话不好开口 所以 才需要等来着 然而 韩飞却在心底道 老乌龟 我给你争取时间了 老乌龟道 于问道这个人 已经不可能出现了 你单独将这乌龟骗出去 要避开尊者的目光 韩飞当时就想吐血了 心说 我特么怎么避开尊者的目光 到了尊者境界 韩飞一度怀疑 感知什么可以远达万里 甚至更远 虽然 从来都没有人说过 但是 就从他们一副自己啥都知道 啥都能看见的模样 若说他们的感知没有万二八千里 自己那也不能够够信啊 韩飞不禁道 来来来 你来告诉我 怎么避开尊者 只要他关注到了我 我怎么理所当然的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只听老乌龟痴笑一声 你是不是以为 尊者的感知范围很大 甚至可以清楚地知道 数万里之内的一切事情 韩飞反问 难道不是吗 老乌龟痴笑 没有谁能够掌控一切 即便是王者 你以为 人家没事干 会去专门看你每天都干了啥 韩飞嘀咕 主要我现在太耀眼了 老乌龟笔是 你在耀眼 你也只是个海灵巅峰 尚未寻道 本皇告诉你 尊者境的感知的确可以很远 但那是感知 而非覆盖 就和你现在的感知是一样的 你只需降低你的存在感就好了 没人会没事就盯着你看的 毕竟 你身边有一个伴遵守着呢 韩飞心道 也对 只要不是无所不知啥的 就行了 韩飞不禁琢磨 自己那师妹 生命女王就挺厉害的 都不带用看的 就发现了自己混入了海妖之中 只是 不知道生命女王 知不知道自己就是他那个便宜师兄 如果他知道自己这个师兄才出级探索者境界 不晓得会不会出手拍死自己 亦或是 给自己丢一大堆牛皮哄哄的资源 青年活动得很快 就看静儿第一个不耐烦 执法静 全部回去 这里已经没你们什么事情了 两大王城的强者 自然是不肯走的 毕竟 自家这一次的损失太大了 七成天交 陨落在区区一个千山古境之中 这个数字是以前的两倍了 他们并不相信 那么多天交 竟然就这么被一团迷雾 给吞了 有半人于尊看向韩非 龙王 你可曾遇到 那会吞人的山体迷雾 韩非摇头 未曾 我一直在和一鸣不知道是谁的血腰在战斗 从头至尾 连一座山都没有去 那尊者呃了一声 有些不耐烦道 海陵境 全部回去 绝海神牧城那边 血染淡淡道 将羊若云压回去 听后审问 韩非偏头看了龟三亲一眼 走 在离开千山古境入口百溪之后 韩非直接就换了方向 和大部队脱离了 龟三亲 少主 我们不回兵神侠吗 韩非沉着脸道 不回 先走 待会儿跟你说 龟三亲见韩非神色古怪 也就没多问 心中猜想 少主肯定出了什么事情了 否则 不会这么急切地脱离队伍 半个时辰后 龟三亲再度开口 少主 现在应该没人会注意到我们了 韩非二暗一掐指 的确没发现什么问题 这才沉着脸道 我感觉 我的龙王血脉要觉醒了 需要赶紧寻一个安全的地方 进行闭关 啊 龟三亲不禁疑惑道 少主 龙王血脉不是早就觉醒了 了吗 韩非心头一动 不对 我说的是二度觉醒 此次遭遇 我虽被埋伏 但感觉体内血脉躁动 似乎有了意象 龟三亲精神一阵 怪不得 感觉龙王少主有些古怪呢 难道就是因为这什么龙王血脉 要二度觉醒 虽然从来没听说过血脉这东西 还有二度觉醒的 但是 在天交的世界 谁能懂 自己没见过 不代表就没有 这是 谁敢怠慢 当即 龟三亲面色凝重道 少主 那咱岂不更应该回冰神霞觉醒吗 韩非摇头 不行 这是我的底牌 不能有其他人知道 三亲 本龙王虽然自负 但不傻 你说 我万一觉醒了最强血脉 那些家伙 有几个能容下我的 三亲啊 我现在可以信任的 只有你一个人了 龟三亲深吸了口气 面色胀红 少主 三亲愿为少主粉身碎骨 再所不辞 第1250章老乌龟的身外化身 临时忽悠一下龟三亲 韩非还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等到老乌龟控制着鱼问道赶制 就可以了 这步 一直离了千山古境 至少的有二十万里之后 韩非这才随便在海底找个了海钩 钻了进去 两个时辰后 韩非心底 老乌龟的声音 本皇来了 需要你那震慑神魂的吼声配合 接下来 都交给本皇自己就行了 韩非正装模作样地修炼妖神点呢 搞得周围妖气漩涡不断 韩非连忙道 快 我也快装不下去了 这世上 最简单的攻击莫过于偷袭 只有那种出其不意的偷袭 才是最难躲避的 虽然直接出手 韩非应该也能镇住龟三亲 但是 那肯定会让龟三亲产生一定的防备 韩非心头一动 受王爵运起 虽然真正的龙 韩非肯定是不熟的 但单纯的变革身 问题不大 可惜了 当初在十万大山的时候 倒是有一种特别像是龙的生灵 名为泰坦骏蟒 可惜 那家伙太懒了 十万大山的生灵 又太多 所以韩非并未跟他学习 不过不管了 只看见韩非的身体 忽然开始变化 龟三亲一直互卫左右 忽然看见韩非的身体变长 身上有大量鳞片出现 有些惊诧 这难道就是二次觉醒吗 只是 韩非身体迅速转变 眨眼间 一条五爪金龙 就出现在龟三亲身前 呲 龟三亲都已经傻眼了 这就是自家少主血脉的真正力量吗 这是 这特么是传说中的龙族啊 吼 忽然 一生惊天龙云 又像是百兽怒吼 百兽震魂吼 直接就在毫无防备的龟三亲耳边乍响 直接震得他脑瓜子嗡嗡的 却在这一刻 韩非舍身拳印 全力出手 韩非才不在乎会不会把这乌龟给打坏了 一个半尊 如果会被自己一拳打坏的话 那还算什么半尊 而且 这是一只乌龟啊 乌龟天天被个壳 是个傻子 都知道他防御力肯定很强的吗 嗡 就看见一大片拳影 直接将这乌龟给笼罩 紧跟着 虚空撕裂 愚问道出现 在那一瞬间 被老乌龟夺射的愚问道 一手直接按在了乌龟的龟壳之上 那一刻 只见一只巨大无比的黑色龟甲直接照了下来 把龟三亲死死地就给按在了地上 韩非在旁边瞅见这一幕 顿时惊呼道 过祸 老乌龟 你可以啊 凭空召唤乌龟壳 一下子能镇压半尊 老乌龟没好气道 你胡乱出什么手 本黄自由手段 这不是什么乌龟壳 这是龟甲封天术 此树一盏 可以敲无声地助我直接拿下此人 没人能观测到这里 有本黄道运 就算是亡者 都看不到此地发生了什么 韩非撇嘴道 呵 你就说 你还有隐藏十历拜 吼 砰 这一刻 龟三亲才明白自己被人算计了 什么特么的二次血脉觉醒 这特娘的 这根本就不是龙王少主 问题是 龙王少主什么时候被替换的 于问道又什么时候出问题的 这没道理啊 龟三亲此刻一边挣扎 一边看着已经重新变成人形 正谈笑丰生的于龙王 只觉得浑身颤抖 哪怕他以蹊跷流血 感觉神魂在被撕裂 嘴里都忍不住吼道 你究竟是谁 韩非抬着下巴 我 我于龙王啊 面对这种伴尊级的声明 韩非当然不可能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哪怕是现在 自己看似处于绝对安全的状态之下 老乌龟节节一笑 你好奇的太多了 要死的龟 还那么多废话 本黄用了你的身体 那是你此生的荣耀 龟三亲低吼 试图自爆 然而 老乌龟一手按住他的龟甲 一手按住他的脑袋 韩非只看见幽蓝色的魂火 被一片黑雾 硬生生地就给抽离了出来 韩非当然认识那就是神魂 只是惊讶于老乌龟 只是出去了一缕神魂而已 竟然就这么强了 半尊的神魂 说抽就抽 韩非心底 老乌龟道 不是本黄现在可以轻松碾压半尊 而是因为他与本黄军士龟类 同源镇压而已 若是本黄大道未丢 只是一个念头 就可让他跪服于地 不得动弹 韩非切了一声 就听你吹了 吹得那么厉害 反正吹到最后 弄死一个半尊 都得那么麻烦 还得自己配合 约莫过了百息左右 就看见龟三青的神魂中 惨叫渐渐消失 神魂变成了一点点的蓝色的光辉 被老乌龟直接给吞进了肚子里 就看鱼问道的体表 仿佛变得虚化一般 大量的黑气也被吸入龟三青的体内 如果不是韩非跟老乌龟都已经很熟悉了 否则看见如此诡异的一幕 绝对会第一时间 就觉得这是什么邪恶术法 不过 好像这的确是一种邪恶的术法 又过了百息之后 只看见鱼问道的身体突然一软 往地上一躺 而龟三青豁然眼睛一睁 瞳孔漆黑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只看见龟三青两天长笑 理嘴节节笑道 本黄 终于重获自由了 本黄 出来了 韩非正看傻子一样看着老乌龟 撇了撇嘴道 哎哎哎 别嗷嗷了 你现在连大道都没了 你现在就一半尊 连我都干不掉的那种 你出来能咋的 韩非倒是没说假话 他和老乌龟 还做不到绝对的信任 只是 韩非很清楚 自己展开全部实力的时候 虽然打不过半尊这个境界 但是不一定跑不过 而且 若单纯去论体魄强度的话 韩非自信 即便半尊 都不一定能比得上自己 由此屏障 自己何惧 噢 老乌龟当即面色一冷 大倒霉了 本黄还可以重修 只需十年 本黄就可将这小破龟的血脉 提升一个档次 实力强上数倍不在话下 韩非当时 就嘀咕道 十年 指不定我都成王了 你还是半尊 真弱 老乌龟 只见老乌龟呲牙 满脸凶色 你懂什么 本黄那是打基础 定顶一条大道 若非这小龟血脉太差 本黄时天入尊 百日半亡 你信不信 韩非撇嘴 去去去 甭吹鱼了 别多了聚身体 就开始嘚瑟 遇上尊者 也就一巴掌的事 话说 这鱼问道怎么办 似乎觉得跟韩非说话费劲 老乌龟喜惑心声 也不想跟韩非吵架 这会儿 老乌龟看了眼鱼问道 不由鄙视道 这就是个废物 大道博杂到了一定境界了 他本是海底人族 身体和人类几乎无异 但兼具海妖天赋 只是 肉身被他自己给炼废了 这会儿 他神魂被本黄打伞 虽未陨落 但撑不过三天了 韩非吸了口气 他身上的资源呢 老乌龟不禁举起一枚日月被盗 都是些灵犬灵果 腰石矿脉 以及各种大道推演的猜想 你要就给你 不过 你小子能不能给本黄这新身体 来个天启神术 呵 不可能 韩非鄙视道 我这兽源 生机 刚刚才补回来 你想要 你哪位啊你 老乌龟无语 这小龟有暗伤 灵脉等级也不高 只有六级灵脉 钻起暗伤来 只能跟五级妖脉差不多 这样 本黄传你大傀儡数 你给本王来一道天启神术 只需百年生机即可 韩非摇头 那也不成 你自己找个寻道静大腰 自己吞 老乌龟怒道 我自己吞 也没有天启神术的效果啊 韩非眉头一挑 那你先把资源给我 然后 你自己抓个寻道静大腰来 我吞多少年 我给你多少年 老乌龟傻眼 那什么古静之中 你花了2000年生机出去 眼皮都没带眨巴一下的 到本黄这 100年 你都舍不得 韩非吃笑 那是我老师 你哪位 要不是契约限制 说不定 咱还是个敌人呢 老乌龟黑着脸道 本黄来堂堂皇者 韩非直接打断道 你能给我啥机缘 我老师 连本体世界都要给我了 你能给个啥 老乌龟吼道 本黄的大道 被你拿去做经脉了 韩非切了一声 那是葫芦拿的 不是我拿的 一马归一马 有本事 你跟葫芦要去 老乌龟眼睛一转道 你知道 本黄教你大傀儡术之后 你可以将这余问道 炼成傀儡部 一个半尊傀儡 难道比不上 你那100年生机 关键是 你还可以从别人身上 给吸回来 韩非脑子里也迅速转了一下 这么牛批的吗 只听韩非话方一转 行吗 倒是也行 但是 你越强一分 我就越危险一分 我总不能放个威胁在身边 所以 得家钱 老乌龟似乎看穿了韩非的主意 这货 其实根本就不在乎所谓的100年生机 这就是跟自己抬价呢 老乌龟心累道 你说 俩饭半尊资源 一份大傀儡术 你还想要什么 韩非深知 在不同人眼里 价值往往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 老乌龟如果真的嫌弃龟三青的身体 他会夺赦吗 就算他会 也最多是临时用一下 而不会在龟三青身上 花费多少功夫 就比如 这鱼问道一样 钟其量 就相当于各转接器 那他也以时半尊 老乌龟咋满眼的看不上呢 韩非这么一琢磨 当即咧嘴一笑 简单 教我一种最强大数 老乌龟翻白眼道 我就知道准没好事 但是 你天启神术都会了 难道就没有发现问题吗 韩非疑惑 啥问题 老乌龟道 战绩最后 是依附于大道的 所以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强战绩 本皇也没见过所谓的最强大道 可使你入道 此道战绩 必会成为你的最强战绩 韩非心说 这样的吗 那算了 只是 自己条件都开出来了 老乌龟也答应了 自己不要点啥 像话吗